既然李克威想在中期瞬息时关心 就说了很久也拖了很久的 安平看港大局的行业进度 安平看港大局的几位市長 曾经在美帝讲过的 2000空22年底可以来党冠 但是现在已经是2000空23年6月了 没看到进度 李克威表示说 建设团员主要是以前 曾经跟加雄国家来留表照不出来 所以说他在买顺问市长和干部教 到底的进度是如何 市长你那个时候就有提到就连底动工嘛 这大概是一个路线 不过我们知道地方 其实我在议会也这样关心很久 都一再就留标 像这样一个地方这样重要的 一个道路交通的重大一个港町 一次两次这个在检讨我们都可以接受 现在说第六次了 这就是工程难度跟这个花费的问题 花费是因为这是中央的工程 中央委托地方来招标 那我们会跟中央要求说 你这样子的经费 你只有阳村面的经费 可能没有办法吃满汉全息了 所以就希望说能够物调 还有工程难度方面能够增加经费 这经费应该也是都没有问题的吧 中央的 就是调整的吗 就是不够多 他跟武教副教授标是说 目前这个阶约已经是通过最近的进行的照标 应该可以顺利来照标出去 接下来要招标是什么时候 六月包 六月包 这次这样有信心吗 这样有就完成吗 他只要一家就可以开这个标了 所以这一次标出去的机会是很大的 对 是应该有机会的 另外对于台611参 延伸到高原部局也没有具体的政党 它为它是 够出的整个方案 建议市府 希望建设官方完成 以改成的安平市区的交通问题 我们提醒我们大家一想要习惠彩虹报的 MING PAOI 收集 坏了 BGM 要费虾 可以复杂的吗